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276攻击舰 那为什么要谈276攻击舰呢 这是因为在这个 最近的这个 网站上面 大家 发现到说 在003 福建舰航母旁边 停了一艘 这个大型的正在建造中的军舰 那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红色 黄色的框框 就是 比较大的 福特号航母 这个旁边有一艘 比较小的 但是也不小了 这个红色框框标示的 这是空拍的照片 发现说有一艘 跟类似 003 福建号航母 类似的这种 军舰正在建造 而且已经接近于完工的阶段 那大家推测 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076 这个攻击舰 那我们首先要来了解一下 为什么 需要两栖攻击舰 这两栖攻击舰 他在两栖作战中的任务 以及他的需求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 两栖作战 有几个空中有几个重要任务 第一个 叫先骑作战 也就是说 我在抢滩登陆之前 我必须要将 敌方 敌对的海岸线的所有的兵力 对我产生威胁的这种兵力 包括炮兵 包括火力 包括这个地面部队 来实施一个先骑的打击 来削弱敌军 海岸防卫的兵力的战力 甚至于对他的攻势 对他的主角设施 来做一个扫除 这叫先骑作战 那第二个 叫做密支作战 就密切支援 就是我两栖部队 抢上滩头之后 或登陆上滩头之后 这个时候 敌人势必与我发生激战 在这种状况之下 我怎么样 用空中的火力 来来支援我地面 第一线作战部队 然后增强他的作战能力 来消灭敌人 让我登陆部队 能够顺利的 能够占领滩头堡 这叫做密支作战 密切支援作战 第三个任务 空中来讲的话 打击我第三个任务 叫做阻绝作战 什么叫阻绝作战呢 在两栖作战的时候 通常 守备部队啊 他除了在第一线 布置兵力之外 他的预备队会摆在后方 等到你登陆上岸的时候 他的预备队 其实预备队是战力最强的 就是所谓的机甲部队 战车部队 这些会从他预定的集结地区 向你的摊岸 守备阵地 来实施反击 来实施摊岸扫 那这个时候 敌我双方正在探头激战当中 我们必须要有空中力量 这个来对后面的这些来增援的部队 来施施主角 然后防止他 预防他投入战场 不然的话 这时候 刚好这个登陆部队来讲 一脚在水 一脚在路 其实平常讲 这个时候是战力最脆弱的时候 如果这时候反击部队 能够及时赶到的话 对两栖登陆部队来讲 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打击 所以 这时候必须要用 空军的部队来实施这种 阻绝作战 那我们从若曼蒂登陆里面 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 那时候大家都知道有一个部队 叫做101空降师 他在这个若曼蒂登陆的时候 他先跳蚕到后方 跳蚕到后方干嘛 他就防止德军的这种反击部队 也就是他的装甲师 从这个对谭汉 对若曼蒂登陆 的这个部队来实施反击 那101空降师跳蚕到后面 就是执行这个任务 好 所以说我们知道 这个从以上的这种 我说明里面 大家可以了解到 其实两栖作战中啊 空中的资源 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从先期作战到密切资源 到组绝作战都非常重要 那使用这种部队 空中来讲最好的武器是什么 在以往来讲的话 比如说 在若曼蒂登陆的时候 他是用空降部队 是执行这种任务 然后这对先期作战是用海军的舰炮 我们都知道这个 这个美军来讲 他的这种 这个巨型的主力战舰的舰炮 来实施暗轰 但是那种轰炸 等于是属于一种 就是狂轰烂炸 你把你摊头整个 这个用火力 耕填一样把你整个耕过一遍 然后 组绝作战 大部分都是使用空降部队 那随着武器装备的进展 到后期来讲的话 有了精密的武器之后 我们就 发现说登陆作战 他用的这个空中的部队是用什么 用直升机部队 用直升机来执行这个任务 比如说直升机来讲 武装直升机 美军来讲的话 他就是我们所谓的 Apache直升机 来执行这个任务 因为直升机来讲的话 他可以跟地面来讲 可以做一个密切的配合 然后也可以实施敌后的一个众生的一个打击 所以 那个时候 为了依应这种新的作战形态的 这个变化 所以美军来讲他就有了 这个硫黄岛号这些两栖攻击舰 也就在军舰上面 带的是武装直升机 来随行这种作战 然后船的肚子里面 可以装这个两栖登陆的 快艇 或者是说这个气垫船 希望能够很快时间能够冲上 然后甲板上面 停的是这个直升机 有这个攻击直升机 也有通用载人的 这个直升机就不用跳伞 因为毕竟跳伞来讲的话 这个你着陆点的 这个空降宝 不容易掌握到 而且这个时间也耗费过久 如果能够定点着陆 用直升机 这个空降部队 空中机动 下去占领空投宝 实际上是最快速的 那另外用攻击直升机 来掩护第一线部队的作战 这是最快的 但是 随着时代的进步 现在来讲的话 美军还是这个两栖攻击舰 我们看到美国不管是 他最新型的两栖攻击舰 或者是日本的初云号 大概都基于这种理念来设计的 但是慢慢 他把这两栖攻击舰 已经改成什么 我们看到初云号或美国的 这个 他把它改成可以起降垂直升降战机的 F-345 C 这种 等级的可以垂直升降的 这个战斗机 因为战斗机来讲的话 他逼近来讲 他火力 一定比直升机又要更大 航程又要更远 可是不管如何 他 战斗机 虽然说速度快 这个航程远 火力大 但是他有一个缺点 他就没办法定点打击 定点打击的话 你一定要用直升机 可是直升机来讲的话 可能所吸引火力 不像战斗机这么多 也不像是这个 战斗机的速度这么快 所以慢慢的 我想这次来讲的话 我们发现076 这个攻击舰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 有这 把它结合在一起 变成一个 这个 既有战斗机的这种 强大的火力 也有密集的支援的能力 这个 这个是我先讲 跟各位报告的 就是说我们这个两栖攻击舰 他的主要在两栖作战的任务 那 目前来讲的话 原来 解放军使用的 两栖登陆舰 是 这个075 但最近我们传言中 有276 这个 这个攻击舰 即将诞生 那 076的 攻击舰来讲的话 我觉得 与其定位在说是 两栖 攻击舰 还不如把它定位为 这个无人机的航空母舰 因为我们发现他现在 舰上面所 携带的 大部分都是 他有电磁弹射 有两条电子弹射 有两条电子弹射 很明显的就是准备要弹射无人机来使用 那弹射无人机来讲的话 代表他有大量的这个无人机 首先呢 我们先 了解一下 那076他的一些基本参数 他的甲板 有253公尺长 253公尺长 他宽有45公尺 这个排水量 将近5万吨 5万吨是什么概念呢 5万吨等于就是一艘中型的航空母舰 所以我们把他定位成两栖的无人的这种航空母舰 其实一点也不会过 那我想说他最特殊的有几点事情 第一个 第一个就是他采取外飘式的设计 什么叫外飘式的设计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就是外飘式 就是他的甲板 他的甲板 他不是垂直的 他是向外张开来的 外飘式设计 外飘式设计的优点在什么地方呢 就是他可以他可以怎么讲 甲板比较宽比较大 可以容纳更多的这个 舰载机 舰载机的这个功能 具有更大的功能 这是第一个 这外飘式设计 他跟零七五不一样的 那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零七五跟零七六 他的一些基本上面不同 我想这边就很容易看出来零七五 他是垂直的 甲板是 甲板这个是垂直的 下来 垂直的好处是什么 他肚子里面可以装的东西比较多 两栖 两栖登陆战车 或者是汽电船 可以装的比较多 那零七六我们就可以看 明显看出来他是外飘式 这就是外飘式 他可以增加他甲板的 宽度 所以很明显从这边 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 所以零七六 他主要就是要做 无人攻击机 那第二个就是 他 会用什么样的 这种 攻击机 另外我特别还要跟各位报告 他这个舰岛也是他很特殊的一个设计 大家看一下他是双舰岛 他是双舰岛 我们一般航空母舰看到都是一个舰岛 比较大 他把它分开来 分开一个当作指挥管制飞机的 一个当作 航舰的一个作战指挥 航舰运行的 航行的一个指挥中心 另外一个就是可以单 单独当作管制 无人机升降的一个塔台的一个功能 那他为什么要做成双舰岛 他特殊地方在哪一个 特殊地方在中间 这两个舰岛中间 他这个中间 这个中间就可以 就可以停放无人机 可以节省甲板空间 可以停放 这个无人机 这是第1个特色 第2个特色就是 各位看一下 他这边有这个 挡板 航机的 挡板在这个地方 那有两块挡板 代表他有 两个电磁弹射 那 为什么 这个076 他可以做到电磁弹射 他 因为中国 后来他这个 整艘军舰 他用的电力系统是有关系的 他整艘军舰用的电力系统叫IEP 综合电子 的一个系统也就是说 他整艘军舰像 福建号也是如此 这个电磁弹射 他最大的需求是什么 在弹射的时候你要很大的电力供应给他 那你平常来讲的话如果说你用传统动力 那你发了电 有没有办法随时随地 提供那么大的电能动量 所以说你必须要综合电子 什么叫综合电子的概念呢 就是这艘军舰我如果说是在这个航行的时候我所有弹身的电能 我用来推进这艘航航空母舰 当我作战的时候 我这些电能全部调动到 电磁弹射的系统上面 让这个电磁弹射 可以放这个无人机出去 所以他整个整艘军舰 在马伟民 这个博士的 这个领导之下 所设计出来的 所以他是全电推进 也就是说他的涡轮 他的这个 这个动力系统 产生的电力 在航行的时候 他是用在 电力方面 然后如果说是要电磁弹射的时候 他这个电能可以转换到 电子弹射上 电磁弹射轨道上面 可以弹射无人机 那我们看到 他的轨道 预估概略是40公尺 也就弹射轨道预估40公尺 40公尺其实 这种距离来讲的话 如果按照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数量 是可以 弹射大型的无人机 可以弹射大型的无人机 这是他的一个这个最重要 那会弹射什么样的无人机 我们现在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外漂是 第一个我们看 这要攻击11无人机 攻击11 大家可以看到这后面的是挡板 攻击11无人机 其实是属于 重型的 隐身无人机 他的功能 有一点类似 美国现在想要 就原来的B2隐身式轰炸机 有点像是现在的 他是采用一体式的 有点像现在美国即将要 量产的 B21 轰炸机 是一样 他本身有两个弹舱 可以 带4枚的 这个 就是 这个叫做导航炸弹 所以 他可以对地 也可以对舰 来实施攻击 所以他的攻击火力是非常大 尤其是重点 他是什么 他是属于 隐身式的 可以穿透过敌人的 这个雷达 征收网 那如果说对舰攻击来讲的话 他可以对舰上的航空母舰 或者航母战斗群 来做一个打击 那如果说对陆攻击来讲的话 他如果 带反辐射导弹的话 可以攻击地面部队的雷达站 所以说这种飞机来讲的话 其实对手背部队来讲 压力是很大的 那另外还有一种 这也是有可能上舰的无人机 这种 各位就比较了解 这种 也是属于大型的无人机 他可以彩虹漆 他可以 携带 大量的导弹 就是等于说有一点 像是炸弹卡车这种味道 其实他的攻击火力 是非常大的 那也是因为 其实另外来讲的话 他还可以 带什么呢 也可以 舰上还可以带 直20的 直20的 这种 通用型直升机 来做运兵使用 也就是说 这艘076如果成军以后 他如果全部用 这个无人机的方式 他除了可以替代 空中的攻击鼓励之外 他也可以 掩护登陆部队 来实施 两栖登陆作战 同时 我觉得最重要 他也可以 陪伴的航母 来实施 这个 担任航母战斗群里面 一个打击火力 很重要 一个支援的一个平台 因此 因此 等到076成军以后 我相信 对解放军 这个海权的力量的扩张 会有具有深远的 这种影响 然后又深远的一个帮助 那 我们来讲的话 希望这艘 军舰 能够早一点 让我们看到他的 庐山真面目 我想说这个是我们 最 对 我们一般来讲的话 一般军迷来讲 应该是很期待 迫切能够看到这种武器的 那 最后我要讲一下 其实这艘军舰来讲的话 他如果说只是单纯定位在 两栖攻击舰可能 比较狭隘 我觉得可以把它定位成一个 航空母舰 也就是无人机的航空母舰 可能对他来讲 更为适当 那他可以搭配到 航母战斗群里面 当然 也可以登陆 也可以编列到 这个两栖登陆船团 担任空中密接资源的一个 作战任务 所以他我觉得他是一个蛮 用途性蛮广的 一种作战军舰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菲尔益生菌 他是由多支菌种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他 称他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菲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丛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灵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不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校单 输入推荐代码有何外的选口